在金融市长林又昌副市长林永发 立法人蔡司应及新医区市议员等人共同检采下 历经三年施工整建的中兴国小新校舍在开学第一天落成启用 林又昌表示在立法人蔡司应协助争取前瞻经费下 整合了两项计划让新建经费更加充裕 将三栋使用逾50年的旧校舍拆除 并把新校舍抬高合并新建停车场 完成操场停车场及开放空间 同时对学校和周边巷道进行整理一举素德 未来渴望成为区域旗舰学校 中兴国小的设计是得到国家建筑卓越奖的特殊奖项 另外它整个施工的品质非常优良 我们也提报要来争取工程的金字奖 今天完工花了三年的时间 我想这是在包括市政府各个局处 还有市议会预算经费支持 另外我们蔡思英委员特别争取了前瞻计划 停车场的一个经费1亿5000万 所以我们把两个计划整合起来 让中兴国小的经费更为充裕 另外就可以完成之前大家所期待的 包括操场包括停车场以及这个广大的开放空间 并且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把体育馆跟学校周边的项弄道路 也一并把它做了一个整理 所以是一举素得 立法人蔡思英回忆 当时在立法院挑灯夜站省前瞻预算 很高兴能争取到经费 对故乡基隆教育有所帮助 她也期许未来能协助行政院斑斑有网路 深深用平板的政策在基隆落实 同时推动校园国际化的发展 行政院跟我们基隆市在推动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慢慢有网路深深用平板的计划 那我也期待中兴国小未来的落实之后 能够成为基隆地区数一数二的旗舰学校 尤其是现在今年度新的另外一个专案计划 就是希望校校国际化 中兴国小的国际化的程度是坐在基隆市的前面 那我们期待除了推动国际化之后 未来适应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要来协助学校建立更多的姐妹校 让他们在国际交流上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创新人质型的校色外观 以及百米直线跑道 加上环状散步空间 与一座大型溜滑梯的活动场域 全新的校园环境让学生家长都相当开心 差很大 比较大 然后比较漂亮 然后还有什么特别喜欢的 有跑道 那个跑操场很大 然后还有教室很大 变得很大 而且变得很漂亮 很漂亮 那这里面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教室 漂亮啊 新教设啊 漂亮啊 很漂亮啊 对啊 小朋友在那边读书会很开心 这个啊 又是圆啊 就是整个很漂亮这样子 对 然后小朋友很安全 因为以前进来要走比较远啦 在整修的时间 然后现在就直接进来 很方便 身为中兴国小校友的立法员高嘉宇也特别前来开心合影 指乎母校和他就读时完全不一样了 展新的校园当然是也是开学第一天看到很多的小学弟小学妹很开心 也希望每个中兴国小毕业的校友都能够像我一样开心快乐的长大 这个比较重要 信义区市议员们更期盼新颖的教学环境能帮助学生学习 假日也能提供社区居民良好的休闲运动空间 那双语这个课程呢也是淑评在任内所推动的 那希望呢我们中兴国小能够作为这个双语学校的一个标杆 一个旗舰的学校 然后来带领我们全基隆市国中小学的一个双语学校的一个领头羊 中兴国小它这里有专业的PU跑道 虽然不是400公尺 但是呢因为现在市立体育场正在重建中 那这边的居民呢 也可以趁六日的时候来这边使用PU跑道 那希望呢各位市民朋友能好好的爱护 在校长杨志钦和家长会长带领下 国小一年级新生开心的敲智慧锣过聪明门 希望在四十间崭新的教室及开阔的活动空间下 提供老师完善的教学环境 让小朋友能开心学习快乐成长 高兴国小站不站 记者张琴辰进入报道 小位自己在自热烈掌声欢呼 在家见